探索孟浩游轮 缓缓停靠基隆港 游客陆续下船 全副口罩 台湾疫情升温 刚结束了跳岛旅游 就听到了游轮进行预防性的停航 民众虽然觉得惊讶 但是对于船上的防疫措施 很有信心 我们看着这一次的花火节 看完它就宣布取消了 所以就后面的就还蛮可惜的 游轮那边坐的那个防疫 真的很不错 都有消毒 然后包括台湾一发布的时候 然后它那个餐厅的部分 然后它人数都有下降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提升至第二级 交通部航港局12日宣布 游轮内出国跳环岛航线 进行预防性的停航 新梦游轮探索孟浩 12日起共停航八个航次 目前的话我们的防疫的话 升级到二级 那所以的话呢 也是跟我们主管机关 这个航港局 他们共同的讨论之后的话 也就是我们就配合了 这个目前的所有的防疫的措施 然后预防性的停航 同样跟着游客一起下船的 还有探索孟浩 200多名船员及服务人员 人手一张自我健康评估表 在游轮公司的安排下 搭上游览车 前往基隆医院施打自费疫苗 新梦游轮探索孟浩 大概有700位的 700位的 这个船上的工作人员跟员工 那么他们也响应政府的这个防疫的政策 那么分别在最近分三个提示 接受智慧这个疫苗的施打 这也是我们在做防疫的一环 那更重要的话呢 这个是加强我们自我的保护 不但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船员 然后我们自己的员工 也希望让就是旅客的话呢 也能感到是说更有更心安 我们因为花火节因为游轮停止之后 没办法去依照原定的假期 去做旅游规划的部分 那我们也相信说 疫情在以防疫为优先之下 然后疫情能够获得控制 而政府宣布挑环岛行程 预防性的停航 旅行社业者说 后续航班会视疫情进行调整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